哎呀 刚才又红豆的我说了好多 好多都没说 就是说媒体和这个什么都要负起责任来 不要吧 习近平也是看大家的 说了什么他才去纠正一下 对的不对的 他也是看的 习近平也是看的 川普也得看了也得告诉他的 他为什么 做出了三个不太符合逻辑的举动 因为他没杀人嘛也没整人也没玩拳术 这些他都不是善于善长 他就适合推着老母老爸在公园里头走 然后老婆女儿跟着 他是喜欢和适合这样的生活 他原来也是这样生活的 也正因为这个他才躲过了这个 这个血带帮的这个捆绑 他迫害法轮功期间他没有血带 他留罗干跟他挺好的 每次到福建都到他那做一星期 做一星期 不过罗干已经都快八十了 折腾不起来 即便他到南美开矿山也折腾不起来 因为罗干是曾庆红那辈的 他比习近平道太多了 然后一个是持久大完了去到上海说那句话 带着酒七个常委 有木畔党 一个是纪念高调纪念马克思200周年胆前 外国都不纪念他纪念 给人感觉神经病 然后这 带领幕僚去学什么资本论 这可是邪灵最希望人类不要忘记的东西 因为在柏林他那个音乐剧 他让人类以艺术的形式再现一下邪灵的载体 在人间的功劳就是资本论 和他的博士同学 就这两个东西值得选拥 博士马克思和太太资本论和女士资本论 音乐剧的名字就是这个嘛 然后列宁话剧他就是列宁 但是他们西方记者评论的很厉害 秘书说说说这个十月革命的杀人犯 难道十月革命幸存的 十月刘成和的 被杀害的资产阶级的小姐少爷们的后代幸存者们 谢谢大家